七年就到了 扮什麼年放好呢? 讓我教你們吧 大家好… 很快又到新春佳節了 是 我們應該準備什麼呢? 當然是新春扮年放 據我說, 找到姐妹一起幫忙扮 好, 我帶兄弟, 鞠躬鞠躬 前面、後面、左面、右面 通風笑扮 當然由我們發扮, 連放一手包扮 雖然我不是扮野高手 但是看到你們這麼興奮 我喜歡扮野, 扮個吧 扮… 我們這個扮年貨不是扮野的扮 扮字就是買的意思 是 我們要買一些新春應節的物品 就是購物 我們一團要扮得很好看 是… 現在立刻出發… 喜歡送禮鞠躍的坤哥 最有眼光的子軒 對傳統的東西, 每市民的小姜 扮精打細算的堂妹 直客按家宴之一本子扮年貨 幾位辦事人用他們的強項 在九龍城找到不同家鄉特色的 賀年食品 香港人這麼喜歡吃 就把美食放回去過肥年吧 妹妹, 我媽媽是潮州人 所以我算是半個格杰蘭 過年扮年貨一定買這些薰鴨 薰鴨用來摘綿 像我們廣州人一樣 買了一條魚一摘綿 年年有餘 長年也是很興奮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一定可以 一定是 年年一定可以 對, 薰鴨一定可以 很香 是嗎? 是用借薰的 是… 你能聞到嗎? 很厲害 不如你嘗嘗吧 好 老闆娘 老闆娘, 今天化妝了 很漂亮 謝謝… 老闆娘, 請客家鄉吃 好… 大家來… 來, 誰想吃? 我們來嘗嘗 試試 嘗嘗完要說味道, 不要走開 嘉燕姐, 你要不要說 好 我吃的東西, 我吃的東西… 好嗎… 好嗎? 對著咪高峰說 好嗎? 正好, 正好 我覺得吃得好像 平時吃開的鴨胸 衣鴨胸的感覺 肉、絲, 所有都很爽脆 乾爽, 真棒 還可以 還可以 可以 我們也能吃 什麼都可以 法年課還有長壽麵 年三十晚, 潮州人 會吃長壽麵, 這種宅飲 很爽脆的, 或者初七二人也能 人生日的意思 是 其實長壽麵真的很長 是 你嘗嘗看 看多長 還有 真的很長 對, 長壽麵 所以我們吃長壽麵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剪刀剪斷 為什麼? 沒意頭 當然要長壽長壽 那我可以咬斷嗎? 我叫你吃不咬, 怎麼吃 潮州人的賀蓮菜的材料很特別 其實他們的高餅和甜點都很特別 你們看看 這個真好 這樣造型的芝麻糖, 你有看過嗎? 郭哥, 等等 為什麼? 這些芝麻糖 在熱的時候可以造型、素形 但在冷凍前要做出這麼多形狀 你看看這隻 這隻也很棒 所以是鴨雞嗎? 是… 後面還有雙腳 還有雙腳 還有屁股 你們一定留意這些 我喜歡吃雞胸胸胸 是嗎? 是嗎? 那給你 拜神也可以 給你… 潮州人會張粟沙 蘭花筋這類甜食 放入全盒, 夠甜頭 還喜歡吃這些芝麻, 即是果 好像代表團結的油果 和語以長壽的紅桃果 看看你們是否認識 好 我說個名字 如果你只種了, 就可以吃 水肥好嗎? 是 好 薯鶴果 薯鶴果 是哪種? 紫軒對 對… 有學的口座 我真的… 哪裡像薯鶴 它是薯鶴果的那種葉做的 是 比較清涼、解毒 因為過年油炸多, 所以做薯鶴果 天才很難解釋 我要吃多一點 對, 現在獎你吃 你是不是很想吃? 我請你吃 真的嗎? 是 好吃嗎? 沒有 其實我看到坤哥本來不想吃 但少哥咬完之後就想吃 如果嘉燕姐咬一口, 我想吃多一點 咬… 好, 我咬給你看 其實我也想吃 坤哥… 吃了一餐坤 失眠埋伏了 好, 我要跟嘉燕姐 我吃了一餐坤 要按摺折蜜 怎麼樣? 漂亮嗎? 有些余溫 想考考你們 好 什麼年貨最高興呢? 最潮的年貨就是潮州貨 最高興的年貨應該… 上海 在這裡 香港人過年時喜歡吃臘鴨 但原來上海人喜歡吃臘雞 沒錯, 其實臘雞跟我們港人的臘鴨 臘肉差不多 都是在冬天做的 因為冬天天氣又乾又冷 有天然防腐劑的作用 除了臘雞之外, 還有這一隻 是, 這一隻 這麼特別? 你看 這隻是… 見過了嗎? 真的沒見過, 什麼… 你是否想說? 是 這是塔菜 是… 就是上海冬季的時令蔬菜 又名的塔坡 我知道你認識的 是, 塔坡對上海發音 跟脫虎差不多 所以過年時就吃塔坡 即是脫虎 好, 這樣 你是不是要請坤哥吃? 我想脫毒, 我想脫毒 春天為大地帶來美腿 坤哥, 你連金華火腿也不放過? 我就是連家燕姐也不放過 你…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美腿? 因為我媽媽 經常用金華火腿來煲湯 金華火腿最有名的就是兩頭蝸 它的特點就是皮膊 骨架很小, 還有脂肪多 味道很濃 嘉賢姐, 我為你切一個最好的金華火腿 一、二… 好, 坤哥, 這些冬風相怎樣? 你想嘗嘗嗎? 我說你不懂 你小心點… 坤哥, 你切給我 當然要切最好的部位 當然 要火腿的部位 火腿的骨肉質特別漂亮 是 不是太多鹽分 所以用來煮菜最適合 你怎麼也沒力氣 不如請師傅幫我們切, 好嗎? 好, 師傅, 謝謝你 謝謝… 放你回家, 謝謝 是…讓位… 我們看東西 我們很棒 拔刀有力 真棒 為什麼這麼興奮 看見姐 謝謝師傅, 最好的火腿 我知道了… 知道… 我拿來做樣本 做樣本? 是 看完潮州人和上海人的年貨 接下來就輪到廣東人 廣東人的年貨都是海鮮為主 坤哥, 你不是在切東西嗎? 怎麼了? 你跑來這裡嗎? 你有什麼可以介紹? 可以看看那邊 大字呢? 很大… 大字…年年三季子 我知道這是北海道的大字 經常說用L來計算 這個有多少L? 這個是3L 每天都大 不過我想知道應該怎樣煮才最好 就算你用來做刺身 甚至用來烤焗、燒 很脆口 裡面的口感也很豐富 對 但除此之外, 做什麼好介紹 你做什麼? 沒事… 你有什麼好介紹?你看那邊 給你一隻現年的老虎 有什麼好介紹? 很大一隻 真的很大一隻 讓我看看 先說 現在是小筋子的手短 還是蝦很長? 我想是長蝦 差不多有半斤床 差不多有八兩了 大隻蝦, 很多人有燒烤 用來烤焗 例如過年, 像蟹蝦粒 是… 焗之前怎樣解凍呢? 解凍方法來說, 有些用來浸水 有些用來花灑、沖 可以了 沖涼的時候一起可以… 可以, 你可以 除了傳統食品之外 還有方便年輕人的懶人包 家燕姐, 你真的教了我們很多東西 很感謝你 謝謝… 不用客氣 我們準備了兩份禮物, 送給你的 全部是經過星級大廚處理的 是嗎? 我選了這個 佛跳牆 是 家燕姐, 跳跳仔, 生生猛猛 謝謝…佛跳牆很棒 對, 馬上來嘗嘗 這麼小的包裝, 可以放到嗎? 看不出 師傑, 拿碟過來 是, 碟過來 這些懶人包, 適合你們年輕人 每個人都不喜歡做那麼多東西 一邊開, 馬上有得吃 好 家燕姐, 小心 很棒, 很美味 非常鮮甜 其實不定烈也很好吃 對, 很方便… 很方便, 適合你年輕人 是, 家燕姐, 到我送給你 花菇鵝掌 你和我可以比翼雙飛 謝謝你, 你真有心 當然, 你真的很聰明 等一下 她們倆真的很有心 她們有送東西給我 你呢? 吃的東西已經很豐富了 但是我知道家燕姐也很好唱口 所以我準備了這件事 很多人在家過年都喜歡聽賀年歌 現在由家燕姐送給大家 請問這就是鎮店之寶 下一節, 鼎楊會公開選海味秘笈 還會教大家在家裡 得很容易煮的海味賀年菜 別錯過了 連年歌家好愛你 你好像這個比較好 我看得到一點 不用選了, 這堆煲全部拿走 全部? 這堆利還挺好用的 不… 不用選… 全部拿走 還有這個 怎麼可以吃? 對, 扮年貨而已 用不著整個廚房也滿了? 我就是想將整個廚房 搬出來我們的節目 因為過年大家都喜歡煮這個荷蓮菜 我們就要教大家怎麼煮 所以我們請來一個人很厲害的 哪個… 他就是鼎爺, 李家庭 是… 過年吃什麼菜? 當然是阿爺開雲菜 對 開雲菜, 你想吃什麼開雲菜? 我想吃海味 很簡單而已 第一, 我教你們煮鮑魚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吃鮑魚 我知道了 因為我煮鮑魚有任何東西很重要 對 就是要懂得怎樣選擇鮑魚 我們現在先去選鮑魚 對 好, 走吧… 拿著煲, 謝謝家賢姐 來 扮年貨, 選什麼鮑魚最好呢? 是什麼? 過年扮年貨, 看你們喜歡什麼 封劍尤人 你說一買一餐, 當然要高級一點 一千元一餐, 當然要少一點錢 對不對? 先吃一桌鮑魚 人稱滾多, 你打了 鮑魚是一堆, 你認為呢? 你真的要我選, 我真的不會選 不會選你 我選一隻大的 大的, 鞋子夠大, 拿上來 大而蒙當 這是吉品 吉品在鮑魚中 數一數二 這個口感比較重, 實質 旁邊的就比較鍋碼, 扁薄一點 我們的藍物這麼好, 軟滑一點 軟藍一點 對, 選的時候怎樣呢? 這個口感, 用厚身 厚身 即是飽滿 是… 那些比較深色, 或者這些… 還有這一串又怎樣? 對, 這一串 是否翻證的時候 對, 這些全部都穿起來了 要拿來曬命 你聽我說, 穿一個洞在前面 滑在前面 是… 那些是橫的, 現在流行罐頭包 即開即食的 你別聞那麼多了 我找個海味達人 輝哥出來告訴你 輝哥, 麻煩你… 你好… 你好… 輝哥, 你好… 聽聞這隻是鎮定之寶 對, 這些差不多30年的三頭網包 現在沒有那麼大隻了 先摸一摸 這個真是… 你別聞, 聞蝕你 對, 我們打算吸一下靈氣 君公聞是對的 因為鮑魚來說 聞最重要是鮑魚的香味 乾鮑的香味越濃, 鮑魚就越漂亮 我覺得真的很複雜 不如真的吃罐頭包就算了 如果對我來說 怎麼看呢?罐頭包是罐裡面的 罐面上很多資料都看到的 這裡寫著澳洲的鮑魚 就是澳洲的鮑魚 有些叫F2 F代表罐裡的鮑魚 叫第一層, 一等魚 F2的2是什麼? 裡面有兩隻鮑魚 就是兩個頭 是… 這是清湯, 清湯 這個湯可以留下來煮東西嗎 做蜆, 做鱗魚蜆 真棒 這裡有兩隻鮑魚, 看見嗎? 很大隻 這隻比較大 對, 這隻比較大 很足料 對 頂著, 煮出來 好… 沒辦法 這麼快, 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頂爺出馬教大家煮的海味學年菜 保證大家在家裡很容易煮到 大家要跟頂爺學習吧 好棒, 鮑魚買好了 頂爺現在在做什麼? 現在燒了大地魚, 要烘 他說不烘, 沒香味, 沒甜味 大地魚現在已經很香了 對 大地魚, 蝦米, 煎湯底 餵鮑魚, 蠔豉 是 是 娃娃菜 你入廚的男人很男人 很男人 同胞, 你看小姜 他現在整個心心的眼睛都走出來 大眼睛, 同樣… 小女兒沒見過的東西是這樣的 對, 味道比較快, 剁開 是 如果整塊… 多少塊魚 多少條魚 對不起, 我看見他一塊一塊 他像一塊一塊 這些蔥米魚 不可以中文酒 做湯底, 先滾開, 下去吧 湯底一定很好吃 湯底很甜, 湯底很甜 不是, 它有鮮味, 但帶點鹹 是 但是等它滾 或者現在也可以 加一點冰糖, 中和它 冰糖很熟, 中和它 是 現在我們觀察到什麼狀態 現在你用一塊自己夾一夾 如果鬆了, 溶了就可以了 坤哥好像很好吃 對 他教我的 可以嗎… 我看了阿鼎爺煮菜, 粉絲 深深眼, 水滾了 好 我這個娃娃菜, 事先叫做 差不多是出水, 讓它煮熟了 為什麼我不放在這裡呢 如果它有酸稠味, 會影響煮湯 放進去, 餵了, 要餵它 讓它吸收湯的味道 好香 很香 這個讓它翻滾, 一滾就行了 菜夠軟了, 吸收湯的味道 對, 這樣放進去, 很好吃 現在我們先把鮑魚倒進去 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來… 醬汁要翻滾 將來煮下一個菜或其他菜 鮑魚的鮑汁都沒有 是… 現在把它打開 好 放進去 放涼水, 放進去 餵一餵鮑魚 是 讓它吸收到那裡的味道 把鮑魚放進去 好 我們放十多隻 是 鋪得很漂亮 對, 有 半碗… 好了 好 好 好, 放進去 好, 我們拿去 拿去 你做的 你一直揮著, 我一直在砌 有什麼要幫你 別問那麼多, 算是幫你了 不…問好, 有話要說 大血 為什麼? 又有蛋白 這是水、蛋白和黃糖 是 這些荷蓮菜一定要有 做的 發財, 換當頭 對 唐妹和坤哥的手工怎麼樣? 很浪漫 好 太好了… 大冰好吃 好 對 包好吃鮑魚包 來吧… 來吧… 一口吃鮑魚 我先吃發財 我什麼都要吃 鮑魚 包好豉的鮑魚 童爺, 鮑魚有一件事 我剛才不見你有加什麼油 但它還是這麼滑 就是萬工出小貨 不用加東西 你剛才看我有沒有加過一粒鹽 還沒蒸 它也沒有 你本身蝦米有味, 帶點有味 還有鮑魚本身有味 蠔豉有味, 夠用的了 夠用的 夠用的 就是吸收了湯的味道 如果再久一點 再久一點更好, 現在還不夠軟 要再軟一點更好 夠爽 好 我想請教阿鼎 那些法菜, 很多時候 我們吃的時候有一種濃郁的味道 煮的方法是不是有秘訣 用冷水, 浸到差不多了 沖一沖水 下的時候是慢熱的火 我其實下了很多法菜 因為大火的時候 人們會說我省皮, 給你這麼少法菜 其實因為大火, 是嗎? 不是, 你就放了上頭 下一次我就知道怎麼做 原來是這樣 當然就是法菜 老實說, 我剛吃的鮑魚 確實不同 剛才我吃的鮑魚 是 剛才你看到的, 我下去的時候 它一滾就下火 是 慢慢攪拌其他東西 讓它在這裡侵略 探眼線 侵略… 你慢慢… 我一擠打你, 你就暈眩了 我有空捉一下你, 有空捉一下你 你會周身花 內傷 就是這樣 示範一下… 我喜歡靈池, 靈池那種… 你又知道什麼叫靈池? 我知道一點點 魚鱗瓜又怎麼樣? 幾隻 不是… 我覺得以前傳統的東西 就是懂得將一些… 就算不是很漂亮、很矜貴的菜 都可以煮得很有功架 以及用很勢力的功夫 令它升華了 你知道最簡單的菜最難做嗎? 對 蔥炒芽菜不出水, 你炒得好嗎? 其實新年的賀年菜 一家大小回來吃, 是很開心的事 對, 吃那個開心 我們做的事經常流眼淚 對, 是大家的心血 我知道 過年的時候 是否你爸爸煮給你吃, 還是你吃? 很難 他剛才說他不煮 是嗎? 我姑姑煮, 我們在旁邊學 煲湯就站在旁邊, 怕淋下來 你是小主神 還是聰明過人? 不是聰明 我們繼續向你學習 謝謝… 今天謝謝鄭爺 謝謝… 跟我們今天做的 過年賽, 大家乾杯 乾杯… 鮑魚營養價值高 有維他命E, 還有牛黃酸 對心血管很有幫助 獨特的鮑素 可以令壞細胞沒那麼活躍 鮑魚這麼矜貴 就因為它包羅萬有 生氣快樂 原備 帶你四位買回來 蓮福家開尾